XBB1.5免疫逃逸力世界最强 有哪些特点呢? 现有的保护有效吗?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新的突变毒株XBB1.5 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流行株 该毒株在我国上海也有减出 但没有形成优势传播 国内大多数病例都属于输入病例 处于闭环单独管理中 这种突变毒株最初在印度被发现 后来很快传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目前已有在35个国家检测到这种变异毒株 新的突变毒株到底具有哪些特征 能成为美国的优势毒株呢? 第一,它具有超强的免疫逃逸力 根据研究结论 这种突变毒株能够和人体的细胞受体结合 因为它的突变位点F486P 能够更好的与人体细胞SE2受体结合 亲和力更高 更容易进入人体内 因此更容易感染人 所以表现出超强的免疫逃逸力 第二,致病力并未增强 资料表明 虽然它的传播力超强 但病毒的致病力并没有增强 随着群体免疫的保护效应 这种突变毒株的毒性似乎越来越弱 第三,加强针保护力下降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发表的研究结论 新的突变毒株由于存在特殊的位点突变 会导致目前疫苗的保护力明显降低 即使是第三针加强免疫 也可能会受到进一步损害 导致突破性感染和再次感染的概率激增 研究显示 XBB亚变体和BQ亚变体 是迄今为止对疫苗保护逃逸力最强的变体 第四,逃脱了抗体免疫 对于新冠治疗的丹克隆抗体治疗无效 针对新冠治疗的药物中 丹克隆抗体是比较有效的治疗 但对于这种突变毒株 美国上市的综合抗体已经完全无效 只有针对保守拔点的瑞德西维等有效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 XBB.1.5新变体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最主流毒株 目前感染过的人还有可能再次感染的风险 新冠病毒是在不断变异的 我们防疫的核心 按照病毒学家伊恩·麦凯的观点 叫做大流行防御的瑞士奶酪模型 永远保持不变 就是口罩和良好的室内通风 新冠感染后要不要吃抗生素呢? 感染后期有黄龙痰可以考虑 朋友们好,我是心修管唐医生 新冠感染后最让人头痛的一个问题 就是感染之后无休止的咳嗽 多数人随着病程的延长逐渐康复 但还有一些人咳嗽不止 到底要不要吃抗生素呢? 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明确,新冠感染属于病毒性感染 抗生素对于病毒无效 所以呢,在新冠感染的治疗方案中 从来没有人推荐使用抗菌素 在感染的早期 病毒侵犯上呼吸道 会出现咽痛、头痛、发烧、咳嗽等 主要以退烧、抗病毒等对症治疗为主 随着自身抗体的产生 病毒逐渐被清除 但病毒感染也会激发细菌感染 当上呼吸道粘膜、冲血、水肿时 加上有些人抵抗力较差 烟部和上呼吸道存在的细菌 就会趁虚而入 侵犯粘膜 造成合并细菌感染 轻微的细菌感染 会被人体的免疫细胞杀灭 不会造成进一步感染 但如果抵抗力较差 细菌的毒力较强等 细菌感染会成为主要的感染 甚至侵犯下呼吸道和肺部 引起肺部炎症 那么出现哪些情况需要吃抗生素呢? 其实,病毒性感染 一般不需要口服抗菌素 但如果出现以下问题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一是出现咳嗽不欲 伴有黄浓痰 如果经过一周左右的新冠感染康复期 仍然咳嗽较为剧烈 伴有较多的咳痰 尤其是从深部肺内咳出黄色的浓性痰 说明可能合并了细菌感染 一般的病毒感染出现的咳痰 多为白色为主 这时可以在口服 止渴去痰药物 比如安秀索 急之糖浆 腹方肝草合剂等治疗的基础上 配合口服抗菌素治疗 可以在18岁以上的成人中首选 奎诺同类抗生素 比如墨西沙星 左仰富沙星等 也可以选择罗洪美素 头包类 青霉素类的抗菌素 但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为好 二是出现发热 如果起初的新冠感染发烧已经退去 过一周左右再次出现发热 并且咳嗽较为剧烈 建议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排除是否合并了肺部感染 对于简单的炎症 可以口服抗菌素 如果存在较大面积的肺炎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 静脉使用抗生素 第三 出现白细胞升高 病毒感染一般导致白细胞下降 并且淋巴细胞总数会上升 如果咳嗽剧烈 检查血肠规发现白细胞明显升高 伴有中性力细胞升高的现象 说明合并了细菌感染 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抗菌素治疗 关于抗生素的使用 一般的情况下 正规使用三到五天 多数能够明显好转 不需要加大剂量或者长时间使用 抗菌素的选择上 一般奎诺酮类或头包类效果都很好 另外要根据年龄 肝膳功能的情况 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 防止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对于高龄老人 尤其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心力衰竭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 需要高度重视肺部感染的情况 如果咳嗽较为剧烈 浓性痰较多 呼吸费力 伴有食欲 精神较差 建议早点去医院检查 防止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而出现危险 对于新冠 有人不当回事 有的人却太当回事 如果出现有六大表现 建议就诊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最近不少患者直接跑到医院门诊 或者急诊 要求检查心电图 或者胸部CT 因为自己痒了之后 出现咳嗽 有点心慌的感觉 来医院后呢 看着很精神 心跳也不快 肺部听诊也没有明显的异常 他们听网上说 会有白肺或者心肌炎 于是呢 就跑来挤占医疗资源 要求检查 结果呢 都是正常的 这部分人群 就是过于紧张焦虑 不了解新冠感染的正常 自然病程和常见的症状 夸大其词 完全没有必要 专家指出 新冠感染出现白肺的概率很低 发生病毒性心肌炎的概率 也只有千分之二到四 并且都有典型的症状 因此 一般的症状 无需去医院 另一部分人 却太不当回事 今天门诊 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性 自诉新冠感染十天 近三天出现明显的气喘 任何人看了都很揪心 身体虚弱 和我交谈上气不接下气 时不时会出现咳嗽 我问他以前怎样 他说以前身体很健康 都这种情况了 还在家中撑着不当回事 我简单的做了体检 发现他的心跳快到一百次每分钟 两肺呼吸音明显不对称 一侧呼吸音粗 另一侧几乎听不到呼吸音 类似十遍的声音 结合症状体中 高度怀疑患者合并了重症肺炎 有没有白肺 需要肺部CT进一步来检查 这是一个很重的病例 但患者在家中拖延数天才来就诊 说明患者的健康意识很差 根本不把新冠感染当回事 网传不少年轻人新冠感染后 进行跑步等剧烈运动 结果导致猝死的例子 这都是不当回事的结果 对于新冠感染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 这两种都不好 大家都要引以为戒 那么怎样区分感染后 到底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去医院呢 根据医生临床经验 出现以下六种情况 建议去医院就诊 一是精神状态差 不论是否出现咳嗽 是否心慌胸闷等 只要精神状态很差 没精打采 进食很少 尤其是高龄老年人 或者不会说话的诱饵 一定要高度重视 建议去医院检查一下 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 白肺 心肌炎等都会首先表现为精神状态很差 二是嗜睡 如果老人或者幼儿出现嗜睡 频繁打哈欠 不进食 有可能是肺部炎症较重 引起脑部缺氧的表现 建议进一步检查 三是频繁呕吐 不能进食 反复频繁的呕吐 不仅没有营养支持 还会造成水电解之丢失 紊乱 引起严重的代谢障碍 四是基础病加重 尤其是难以控制的血糖升高 难以控制的血压升高 心力衰竭加重 出现夜间不能平握 稍微活动 具有明显的气喘等 建议进一步调整治疗方案 五是出现心脏特异性的表现 比如出现明显的心动过速 超过120次每分钟 或者心动过缓 伴有传导组织 伴有晕厥 黑蒙等症状 典型的心衰表现的 六是出现严重肺部感染的症状 患者表现为剧烈的咳嗽 伴有喘息 口唇发紫 稍微活动就感到气不够用 夜间不能平握入睡 如果有卖氧饱和度仪 测定指尖卖氧低于92%以下 说明缺氧严重